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sla已经参加了一个超步练习 高温柯基氏超步 她被选为那排队伍的组长 在每个星期三的下午她将会进行念试与她的朋友们 除此之外 Isla也是一个足球员 她学校的足球员 她还有她的朋友们都在这个Jegul Safek的辅导下 兵民安 她被选为那个队 那个足球队的队长 她成为了那个足球队的选手 I am Tampatan 是一个Simbolan Bahasa的成语 在这个成语的意思是选手 Pada suatu pagi Kamu haruslah memilih sama ada mahu bermain bola sepak Atau menyertai kawat kaki Kata Guru Penolong Kanan Call Curriculum Isla dalam Dilema Isla那个现级的超步比赛 已经被改正了 他的日期 最新的日期是与 那一个足球比赛 同样的 你必须要选择你要参加 足球比赛 还是要参加超步 那一个副校长说 Isla就在一个 困境里 他不懂要怎样选择 Dia buntu untuk membuat ilihan Figurania berkematio Dia sering termenung Tambahan pula Ciegu Safiq telah melatihnya dengan bersungguh-sungguh Belia menaruh harapan yang tinggi untuk menjuarai pertandingan BolaSepatPeringkat Daerah 他非常地 愉快地去做选择 他的思想非常地 混乱 Figurania berkematio 思想混乱 他时常地发呆 更何况是 Jegu Safiq 非常努力地训练 他也 激放了非常高的 希望去 赢得 这个足球比赛 Mendjuara 他也在这里是 赢得 或者是成为冠军 夺标的意思 Kepada siapakah 困难地去做出选择 所以这个就是 第27页的课文 希望同学们 你们都明白了 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这一页 这里是需要 同学们阅读短文 然后回答问题 这一篇短文的题目是 Selamat tinggal stress 与压力说再见 在这里 Isla的面对了压力 他必须要去见辅导员 而这位辅导员是一位老师 他是Jagu Wong 而他呢 就教了Isla一个 一个舒缓压力的方法 那就是要进行 呼吸的练习 就是慢慢地去呼吸 然后这个粉红色格子里面的 都是要怎么样去放松你的呼吸 然后到最后 Isla就不会感到压力了 所以同学们 我们可以自己读一读 然后回答问题 下面这里有五个问题 自己做一做 好的 在第29月里面 我们会看到 Kata kurja 还有Kata bantu Kata kurja就是 所有的动词 比如说在这些图片里面 所有的都是动词 而Kata bantu呢 就是这些字 Mesti, Sedang, Dapat, Akkan, Tela 都是Kata bantu 好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Kata bantu是怎么样用的 好的 在这里 Kata bantu是一种词语 是用来去产生额外的意识 在时间 或者是你要一种东西的方式 比如说Kata bantu有分成两种 那就是Kata bantu aspect 和Kata bantu ragam Kata bantu aspect呢 可以用来显示 一个时间的不同 比如说有 Tela, Sudha, Perna 这些都是拿来 加在时间的 比如说已经的意思 这些全部都是已经 或者是曾经的意思 这些就是Kata bantu aspect 我们现在可以看看Kata bantu ragam Kata bantu ragam呢 就是要显示 你要一样东西的时候 比如说有一个 一定要 或者是你的心愿是 要 亨大 还有麻糊 或者是你的能力上的 就是bole 还有dapat 可以 能够 然后 必须要有 harus 这一个字 所以这些呢 都是Kata bantu 都是用在一个句子里面 加一些额外的意思的 里面那个句子会 更加的有意思 有额外的意思 让别人更加的明白 好的 现在我们回来看看课本里面的Kata bantu 在这一页里面的Activity是需要同学们 Briturita Britasalgan Gamba Dantex 那就是要在这根据这个图片 写出这个图片的故事 那就是 Saronotnya Trapiminda 所以你们就必须要好像跟看图写造句那样 根据图片写出他们的Kata kerja 然后造句 把它弄成一篇故事 你们也可以在故事里面加上这些Kata bantu 好的 同学们 你们可以私下自己做做看 同学们在课本的第三十页里面有两项练习 第一项练习就是 必须要同学们将这个头脑的思想 或者是心情都填在空格里面 你们可以私下自己做做看 而第二项练习呢 就必须要同学们将资料填写进 这个Perta Propagai Arrayu 就是这个流程图 压力的原因 还有它的后果 所以你们可以私下自己做做看 这个就是课本第三十页里面的 Perta Propagai Arrayu 一个流程图 你的压力呢 原因在这里有三个 从那个短文里面采取下来的 这个第一个原因就是 Perta Propagai Arrayu 所有的发生在家庭里面的事情 比如说有人去世 有分开或者是离婚的 都会产生压力 精神上的压力 而这个原因呢 将会导致一个人 会导致这一个后果 那就是一个人他将会成为非常的忧郁 然后会失去自信心 第二个原因就是 学校的四周法区吸引同学生 同学们的注意力 而这个原因呢 将会导致 Muri Akkan Ponting School 和Inkar Akkan Arhan Guru 同学们将会逃学 然后不服从老师的指示 Inkar Akkan Arhan Guru 这个就是Perta Propagai Arrayu 希望同学们你们都做对了 好的 我们第六课就到此为止 谢谢 谢谢